飞机坠过雪山 五名落难者幸存 女孩脚出了伤 商人挖坑要把女孩埋了 记者和女主反对 两人轮流背女孩以后 还是决定把她埋了 大雪中发现的木屋 里面有取暖的火炉 还发现了四份的床单和食物 女主和商人返回挖出女孩 却缠到了女孩的脖子 怕阴寒冷碎死过去 四人轮流守夜 却发现出现了第五个人 商人的一生接连被袭击 顶了河饭 女主和记者露着香睡觉 醒来却发现 记者领了河饭 通过路想发现 全是女主做的 突然一只手抓的女主 是救援队来到雪山 这里根本什么都没有 只有女主和领了河饭的四人 奶奶病危 女孩着急去见最后一面 奶奶请求和孙女交换灵魂一天 完成未了心愿 闪电过后 孙女承受着奶奶的病痛 和奶奶感受着年轻的身体 去见连麦的初恋最后一面 因为逃学被抓回学校 母亲生气地盖了一巴掌 医院里的孙女快撑不住了 和奶奶不够前坐车 一路狂奔 磕磕碰碰 在最后时刻赶到了医院 三十年后 母亲病危 女孩放弃治疗 就是为了报三十年前 那一巴掌的臭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